嗨,听得清楚吗? 听得蛮清楚的,你呢? 太好了,你的声音也非常的清晰 OK,好 谢谢你,你现在的精神状况还非常清醒吗? 有点早对吗? 没有到非常的程度,因为还没有喝咖啡 而且大概睡了有到六个多小时了,这还可以了 就是时差终于调好了,可是就是晚上就要回台湾了 每次都是这样 没关系,等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你身体需要适应时差的那个,应该就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它的那个间隔会越来越短 因为我们渐渐睡的需要比较少 对,但是等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那个真的就是实际用就是全息投影做视讯 就会变得非常成熟 这样就再也不用出国了 我非常期待那天的到来 这两天,昨天在微软都是在看这个技术 在看什么时候成熟 OK,好 谢谢你,那我们开始吧 对,我们开始,然后让你快点去喝咖啡 没有,没关系,那个简报你有打得开吗 那个没有问题吗,对不对 有,我看了,我看了 对,那个其实是很弱的东西 但是至少就是说 它可以澄清我们,至少我们跟永续会的关联 就是我想这个是要最早讲的 就是说我们跟永续会并不是有任何进合 应该是说我们这边完全是需求反应 由下而上的在做事 那永续会那边当然是非常的top down 那我们有彼此一个连结 那除了那个连结之外 嗯,就没有别的关联 这样,这可能要一开始就要讲清楚 唐鳳你说你们这边是由下而上 就是需求反应式的 就是帮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解决问题 然后把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果 试着把它放大 不管是到国际上还是回来 但是这个都跟我们目前永续会的运作方式 它是同时运行 都是为了SDG 但是没有互相指挥 也没有 就是唯一的关联就是 我们在跟国际参与的时候 那我们会同时去参与 好比像说像那个WUF 就是论坛嘛 人居属那个论坛的时候 就是我跟国合会都有参与 但是我并不只会国合会 我其实根本视线也没有看他们录影 他们也知道我会去 然后我帮他们可能有些技术上面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但是其实我们是各做各的 了解 因为你刚才说的就是你那个 彼此之间的那个台湾各个政府部会之间的关系 跟SDG的关系 我其实是在你的投影片的第十一页 你要讲的其实是这个对不对 对 我们的投影片的第十一页是这一张 你有看到我画面吗 对 我用Kino开 所以那个字会有点乱掉 但是anyway 看得懂就好 对对对 我们看的是同一张 没错 对 等一下 我还是不习惯拍版乱掉 好 这是没有乱掉版本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个唯一的那个连接 所以你说 目前你这边 所以你这边你所说的应该是 指社会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而已吗 还是你本身 是社创行动方案 就是 社创行动方案 行政院推一个东西 他通常就是 一套法规 一个方案 跟一对预算 那这三个加在一起 会构成行政院要做一件事情 从原本部的角度来讲 嗯 的的 就是他把它当一回事 这样 那永续会是这样的一回事 他当然已经很有历史了 那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是新的一回事 那这个一回事 他就要 我们在你的时候就要 讲清楚 说我们跟旧的 好比像说五加 五加二也不是那么旧 呃就是跟呃 既有的 好比像说五加二的产业创新 嗯 好比像说我们跟呃 永续会 啊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从原本部来讲 每一个新的方案 他要讲清楚跟 既有的方案的关系 那我刚刚的意思只是说 我们不是呃 取代的关系 也不是上下指挥的关系 而且这边的协办单位 是永续会的各分组部 会按照他们的分组 进入我们的国际连结 而不是由永续会本身 来担任这个组织 或协办单位 反过来讲 我们也不是永续会的 一个分组 了解 所以你刚才讲的是指 我确认一下 是指协处单位这边 对不对 是由永续会下面 其他 其他分 就是 他们的 分组会 而且是指是就 国际连结的这一部分 来协处 嗯 那 你刚才讲到这里 我就想先顺着问一下 所以永续会他们出的 那份VNR 其实跟你现在在做的 因为他们里面 其实提社会创新的东西 比较少 社会企业的东西 也比较少 所以这两个 其实 他们的VNR 其实就跟 这个社会创新方案 比较没有关系 对不对 对 还是 对 完全正确 就是说 VNR 我觉得当然 它本身很有价值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 各部会正在做的事情 对 去跟SDG 去做对齐 对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还是各部会 先想做这件事情 对啊 我们再把它跟SDG 对齐 对啊 那 所以 所以 就是说 它的 形成的模式 是先本土需要 然后再国际连结 那在社创方案里面 我们是 不是这样子想 我们是先 呃 不是政府要做什么 而是先民间要做什么 那民间就包含 台湾的民间 跟major group的 国际的民间 所以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先civil society 然后才 才政府 那跟 呃 vnr的先政府 然后 再去透过SDG 结合国际上的 best practice 两个都是 很合理的 但是它在 呃 就是智力模型里面 是两个不同的 智力模型 我确认一下 因为你刚才 讲的那个意思 我 我自己听起来 会觉得说 嗯 在vnr里面 因为 因为你 刚才我们有 同时惊呼了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 那些 就是在vnr里面 我们所写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政府 本来要做的事情 它只不过 可是在 SDG的脉络下面 他把它签到 套到SDG里面 的这些 分享目标里面 那 所以你刚才在说 先有需求 先民间 呃 应该说台湾政府 自己先有需求 然后先有政策 然后再套到 SDG的 分享目标里面 跟我们现在 在做社会创新方案 不是也是 我们先有需求 我们先有想要解决的 社会问题 然后再套到 SDG里面 它符合哪些项目 这这应该是 一样的逻辑 对吗 嗯 我想不太一样 哦 嗯 嗯 我们之所以会把它叫做 一个工作平台 嗯 而不是把它叫做 什么推动中心 嗯 它后面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想法 就是说 如果现在民间 完全没有 主动的 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被我们的 法规挡到了 嗯 那我们的法规 调试组是不做事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 如果你现在要推一个 结构性的法律改变 就像 B&R里面提到的 非常多 呃 这个你你用 我忘记你的用词了 高度争议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比如说 出力 或什么 呃 震荡 你用的是震荡 对对对 对对对 对那 就是说 这个当然是 结构性的改革 这个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在 社创架构里面的 法规调试组 完全没有震荡 的这件事情 我们全部做的事情 就是民间说 他们被我们的 哪些法规挡到了 我们用反应需求的方法 来处理 所以应该是说 我们是在帮社会 嗯 弥评 或者是调和 因为社会创新 而出来的震荡 但是不是政府 去造成的震荡 所以我刚才讲说 同样是震荡 但是这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向 你这样 你这样举例 我听的 对我这样就 理解的比较清楚 OK 好 那那我们回到 就是 我其实想要 才就访问你 其实有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刚好你最近几次发言 都有跟 都有在提到 SDG跟社会创新 之间的关系 那 其实 SDG 它很强调的一个精神 其实就是 环境 社会 经济 这三方的 这三方的永续发展 那在社会创新的概念里面 其实你 传给我的 那个PowerPoint 也非常清楚 就是其实社会创新 它有一个这样子 一个 很有趣的位置 它可以 它如果做得好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 同时创造 这三者之间的永续 所以我就很想要 就是请你再 多谈谈 就是你怎么去 看待 台湾目前的 这些社会企业 它所解决的 社会问题 跟SDG 之间的关联 因为我觉得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 它会比较难理解 就是这一些小的事情 或这些小的模型 它怎么又跟 永续发展有关了 或者是 永续 永续发展 它会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或者是一个 宣传的方式 就我觉得 一般读者 他会需要 再更 再更精确的 或再更清晰的 把这些东西 可以连接在一起 OK 非常好 确实就是 我想先讲的 就是说 在台湾 从事社会创新的人 未必自己会说 我在做社会创新 对不对 他很可能就是说 我这是 发明了一个新的 就是循环经济的 或者是什么 农业废弃物 变什么什么的 他会说 他在做某一个 特定的事情 但他比较不会 self identify说 我在做社会创新 但是当然随着最近 就是说 我们讲产业创新 社会创新 创新就业分配 讲的比较多了 那确实也有一些人 会说好 那这个是一种 社会创新 那这个在认同上 也是比较没有 没有太大问题 那社会企业呢 又更少一点人 听过 就是说 因为社会企业 它在台湾之前 有广义侠义两种定义 所以 这件事你知道吗 还是我要讲的更细一点 可能麻烦你 讲一下 看跟我所知道的 是不是一样东西 好的 就是说在 就是上一个 就是行政院的 社会企业行动方案里面 社会企业这四个字 当时被给了两个 不太一样的 的定义 那就是所谓的广义跟侠义 那侠义是政府在 就是跟社会企业 有关联的时候 会比较采用的方式 就是等于是一个判准 等于一个门槛 那广义的话 则是说任何正在往 社会企业的方向做的 大概都算 所以 这个你知道吗 就是这一页在讲的事情 那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如果 我们用侠义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符合 社会企业定义的 并没有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如果是公司的话 因为之前章程是 没有公开的 所以 公司的情况 就更难知道 它是不是符合侠义的 等于你要符合侠义操作性定义 在以前的成本是 就是相对高 你要跟社会证明 你是侠义的社企的成本相对高 那广义的话 当然这边就会变成是 等于是每个人在各个不同的领域 都可以说 只要我想要 这个持续解决设定 特定的社会环境问题 而且我有透过 我有个商业模式 这样将就算数 所以我的mission 就是我的章程或我的使命 不一定要说我要解决问题 或者说也不一定要说 我要做什么社会使命 但是只要我持续有影响力 那 其实也算 那所以在这里就 广义它其实跟我们说的CSR 就有一点重叠 然后又跟 就是分盈利组织 它某一年 有商业模式 下一年又比较没有商业模式 的时候它就好像又有一点重叠 也就是说 在我们新的这个方案的光谱里面 本来的社会企业的广义定义 可以说是大概卡到从这边 然后一路到这边 大概都有一点 有点相似 那本来的狭义的定义 又太窄了 变成只有好像中间一点点 商业模式 哪地方 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社会创新 行动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广乞两义了 我们就把 我们现在就是三个要素 就是说 它有明确的社会使命 然后它有商业模式 然后它创造社会影响力 那这样子它就是社会企业 等于是说我们把广义 再加上了当年狭义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说它有specific mission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说剩下来的 包含什么30%用于社会公益目的 包含一年你要提几次公益报告书 那个是你自己在章程里写清楚 我们要求的只是说 你把章程公开 那这样社会上自由公平 对 所以我们就是从狭义里面拿了mission 然后在广义里面 拿了business model跟impact 那所以就是mission model impact 三个加在一起 变成我们新的对社会企业的一个定义 那但是这个是一个新的事情 也是我们一直在透过巡慧座谈 谈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它的awareness 还没有社会创新 因为社会创新就很广 它同样的有社会使命 解决社会问题 那它不一定要透过商业模式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式 所以现在社会界这个概念凝聚的程度 或者大家会自我认同的程度 当然慢慢再起来 可是当然还是挤不上社会创新 这是目前的实际状况 那至于永续发展 我们在上次见面的时候有聊过 那可能还不如社会期 对啦 这三个概念的知名度是递减的 对他们三个其实算是递减 但是也都是哥良好 就是谁也别笑谁 大家差不多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所以所以我就会想说 对不起最后再讲一下 就是说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社会创新方案里面 标局SDG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SDG对我来讲 它是两个事情 一个是说它是一套想法 这套想法是说 我们可以在不牺牲彼此的 concern的点的前提底下 同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就是我常常在简报里面用的那一张 就是两只狗狗 这个在拔河嘛 就是本来的 本来很多的这些做法 感觉上都是 好像你一定要牺牲一些才能够换到一些 那但是SDG这次的想法是说 我们是寒荣性的成长 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本身就是要都要坚固 如果不是做到并进的话 那就其实不算进步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跟社会创新的关系就是说 如果没有创新的话 那用现有的社会关系 然后你想要在现有的社会关系里面 多照顾某些利益 那似乎确实你好像不得不牺牲某些利益 但是social innovation就是说 你提出一些本来没有想过的想法 用这些想法的时候 那么社会环境跟经济就可以并进 所以这个时候SDG有点像北极星吗 就是说他指引说社会创新的方向 应该是坚固的 而不是说就是零和zero sum的 所以他本身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来讲 就是国际上面特别在讨论best practice 就是怎么样做比较好的时候 那么SDG现在是有类似像智库的功能 因为他可以把各国的正在做的事情 去对齐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说我们的社会创新要怎么样跟国际连结 或把国际的网络引进台湾的时候 我们透过SDG就不会有一个好像 画一个太大的饼的感觉 相反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做哪一个分项的 哪一个小项 这个小项我们用这个当关键字或索引 跟国际建立连结 所以它是一个实际的好像好几座桥的这种 bridge making的状况 所以就是说它同时是一个方向 跟一些很具体的网络 那所以这两个理由是我们现在把它跟社会创新 挂钩的原因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个解释很有趣 因为我自己在看台湾 包括说就台湾的社会企业 或台湾现在很努力想要做 想要做business model的这些NGO也好 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看台湾的VNR 我其实都有一个担心是 我们都说自己做的好 或者是我们都说我们自己在尝试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但是我在阅读的时候 我的担心都是 我不知道这些我们对于自己的关注 跟对于自己社会问题的处理 这个到底跟国际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跟他们牵连上关系 因为这个是非常在地化的事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那个解释 让我比较被说服 就是如果当我们把这些目标跟指标 当作关键字 然后大家台湾在做台湾的 然后我们同时有个共同的语言 就是所有社会上 所有地球上面的公民 大家都可以follow相同的语言 那这个其实即使是处理在地的问题 或者它其实是用在地的创新来 在地的思维来解决在地的问题 但它都可以有一个国际上面的共鸣 或者是国际上面对话的可能性 这是非常好的summary 谢谢 我完全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 而且我想要讲就是说 像我自己的工作 数位政委的工作 我现在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说 OK你看我们的宽平人权 对不对 我们是在做17.6.2 我们的数位机会跟数位员外 我们是在17.6.1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所谓Digital Inclusiveness 就是我们现在要全台湾 大家都能够去上网参加 像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那我们这个percentage 其实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去分享我们17.8.1 上面的一些经验 那又或者是像说 我们在做这个跨国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说 那我们这边 就是在开放资料上面的贡献 这个也是国法会跟足迹总处 是在做17.19.1 那但是在以前 这些都没有办法用 这么简单的三个阿拉伯数字 就讲清楚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看台湾VNR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老实说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当然VNR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说明 我们在做什么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表述 但是它就又太过笼统跟范围太大 它没有办法细致到像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NPO NGO 或者是政策上面 转型正义上面在做的事情 其实都可以签到里面去 其实这是我对我们VNR的一个 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确实 这个我完全同意 然后最后我想多讲一点 就是说17.17.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做的 这个非常多的嘛 你可以说整个社会创新行动方案 就是因为要跟民间建立partnership 那这个partnership在联合国那边 他们就是实际去算钱 就是你有多少钱 不是你把民间当厂商用 而是你跟民间交朋友用 那这个也是很powerful 因为这个不是之前我们公务体系习惯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拿这个反过来跟他们说 你看各国在17.17.1上都做了这么多 我们是不是也多一些资源放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这个 我们现在有这些东西可以讨论 其实也呼应了SDG他的一个精神 他其实就是把国家跟民间 跟就是公部门私部门 然后草根力量 所有力量汇集起来所整理出来的指标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指标的时候 我们会不是一定要在政府的立场上面 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有做到了什么 而是你可能从一个私人 或者从一个社系 从一个NPO里面 你可以从里面定位 找到自己的定位 或者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对而且就是物以善小而不为 因为这些都是能够累加的东西 就这个的写法 跟以前多国多边主义签的 好像每个国家代表自己的人民签的东西 其实完全不一样 对其实这是思维的改变 然后可是我自己在跟 我不要说跟 怎么说啊 我不要说跟 就是会看我们报道的读者沟通好了 我跟大部分台湾的朋友沟通 就是一般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但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个东西 很难理解 或者是联合国所要发展的目标 到底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或者社会企业是什么 那个 我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们刚才已经 就是很调侃的在说 社会企业社会创新 SDG他们就是三个知名度非常小的 朋友 但是 但是为什么 比如说像你的简报 其实也很清楚在讲说 总统也讲了什么 行政院长也讲了什么 大家好像 这些高官们都有把永续发展目标 很清楚地点出来 但是对于一般大众的触及率 或者是 那个就是那么小 或者就是不关痛痒 我觉得那个是很奇特的一个状态 我是觉得啦 就是说 在以前 就是我们看到总统或者高官 跟国际又签了什么合作协定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比较无感 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 因为他大部分 他要满足这些国际协定 基本上就是动用工部门的资源嘛 你只要不要因为这个来 挣更多的水 那说真的 这个跟这个人民有什么关系 对 是是是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并不是说 每次我们提出一个说 对 我们现在要促进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跟谁签了什么什么什么 那大家就会很有感的 那好比像说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第一个 比较像样的这个双边协定 NSTEC 跟纽西兰签嘛 那但是 那里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呢 像一起拍电影啊 一起做动画啊 的之类的 但是其实民间最有感的 我自己所知道的 其实里面 我们的原住民 跟他们的毛利组 就是特别签的那一张 但是为什么 是因为那一张 是一般的双边写阅历 找不到的东西 那个完全是 好像另外一鬼的外交的感觉 那但是我们这边就会有 我们原住民族的 包含我们立法委员 包含很多朋友 然后包含他们那边毛利组 因为这样更认识台湾 说我们有相同的来源啊 等等 那为什么这部分的可见度 比NSTEC 你知道NSTEC 大概平常没有人会再讲 但是讲毛利组的话 多少还是会看到一些 那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就是因为这是主要 就是民间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 不管总统也好 院长也好 他接触SDG 如果他没有转移成一些 民间可以做的事情的话 本来就很难期待他 就是会有这种 上行下效的东西 因为本来以前的这种 多边主义下的国际协约 就是政府自己去做的 本来也没有民间帮忙 很有趣 很有趣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的话 他社会企业的确是一个突破口 就是他不是 不是由上而下的 而是民间自己蓬勃 伸出来的力量 不过 不过我有看 就是你跟很 你就每个礼拜都会有 跟很多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团体的一些对谈 行回的时候主要是社会企业 那来找我的话 就是广义的社会创新 就是礼拜三office hour 对 那你自己在 我看好像已经累积十几次了 十四次的样子 是吗 各自都十几次了 所以对加起来有三四十分稿子 你自己因为开始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你 我不知道 就是这种面对面的 跟每一个团体去谈他们在 觉得是什么问题 跟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想法 对于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愿景 这样子的经验 这样子累积起来的经验 你就是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OK 大概分三个谈 就是说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第一个是说 历史上 就是说 我自己对于台湾的 就是我们现在会说社会企业 当时当然还没有这四个字的团体 我自己的经验 其实比较都是从运动者那边开始 就是好比想说 我妈那时候跟一群朋友弄 祝福联盟 她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基金会 但后来他们发现说 他们去做消费者的合作社 反而让她的理念更容易扩散 因为你可以从中学 而不是好像只是发传单而已 当然发传单也很重要 对 但是从做中学 就是记得更牢嘛 对 所以他们做这个消费合作社 其实是为了推广环境的理念 但是她又有她的营运模式啊 现在也长得很大了 所以 而且她 纳所有人 对 所以就是说她不是像一个 我们很传统一百多年前说 合作社运动的时候 好像只是一群弱势 彼此照顾那个团体内的权利 然后跟外面的这个不公益的世界打交道 对不对 她比较是一个 人人都是消费者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社员 然后理念是借由这个来传递 她跟外面的连结会非常强 而且她更有自信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开放式的合作社 这样那这是我自己的 就是本身的经验 因为小时候就被带去 就是跑来跑去这样子 那但是 但是台湾还有很多不同的传统嘛 像我是因为这样子的巡回 我才更认识到一些宗教的一些传统 像基督教老母人协会的传统 那又或者是说 像喜汉儿其实也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喜汉儿她不是只是一家 她是一个生态系嘛 跟她做设计的 因为她们用非常多 就是现代商业管理里面 我们说是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去毕业结合的方式 在做他们的事业 所以她的管理能力 其实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也让我看到说 所以不是只是理念的推广 其实喜汉儿这三个字 就已经是社会创新 然后她是透过这三个字的 再结合现代的经营的能力 去不断的去改变大家 冲击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一些态度 所以这个理念推广并不是传教式的 而是非常实打实的 就是饼干要是不好吃 蛋糕要是不好吃 就没有人来的 没错 因为我前几天跟我先生谈到这件事情 他第一个反应也是 那是因为他们饼干好吃 对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我会觉得 这个是翻转大家以前 对于所谓弱势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其实这个对我是很有启发的 就是说台湾以前确实常常在国际的场合 可能是比较是 好像是我们是被打压或者是弱势 被可怜 被可怜 那但是其实我们饼干做的蛮好吃的 所以卖这些饼干比卖悲情 我觉得有用很多 那这个真的也是在巡回的时候去讨论到 当然这方面有很多先行者 像慈禧是最好的例子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着重在我们可以分享的部分 而不是着重在我们不能分享的部分 那个部分其实很少 那我们能分享的部分其实很多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我学到 那这个是过去 就是像已经二三十年这些朋友们学习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从一句话来讲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社会创新者碰到的问题 我这个是有取样偏误 因为会来找我的大概都是被政府 找麻烦的 所以 但是我真的觉得大部分的这些问题 很多是来自于跨部会 我们自己的跨部会 对于某件事情的见解 定义不一样 对 见解不一致 所以就导致说 那个创新者 他必须要吸收全部的沟通成本 他才能做创新 那这个真的是旷日费时 那但是很多社会创新 他其实是要解决他自己 或是他社区的问题 所以他的能够投入的时间成本 不是钱 是时间成本 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战式的快速反应需求解决的这个方法的话 那他光是分别跟他的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社会创新通常都是结合两个不同的做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要做商业 那当然是金发经济部那边 但是同时你又要有社会目标 那可能是卫福部 或文化部或之类 那你的组织形态本身 像刚刚讲的合作是 那又是内政部 所以等于是说你要做一个创新的时候 你就要跟地方的三四个局处 跟中央的三四个部会大交道 那那个时间成本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这边就觉得说 以现在的情况 可以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去快速滚动一些社会创新 大概就是因为他需要的 对创新者来讲时间成本过高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我可以帮忙的 所以我们才把整个方案写成需求反应式 那最后就是未来 未来部分就是我听到的 就是这样子巡会之后听到的就是说 其实台湾本来在民间社会上 就已经存在非常好的cross sectoral relationship 就是说在好比像说台中 它是大部分是很多做工具机 很多做制造 很多做机械 那他们平常 我们本来就是刻板印象 觉得说行善 那可能就是捐钱造桥铺路 对不对 盖个寺庙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他们的行善的那个团体的自我组织 其实已经不是只限于我们大家刻板印象里有的 讲助学金或者做一些硬挺 他们也用他们的技术上面的专长去协助解决很多 不管是在农业上或者是说在就是一些比较经济不太发达地区的就业上面 或者是就是说其实这些很强的在技术上很强的公司的负责人们 当他们行善的时候 他们就是透过他们公司自己的研发的力量在行善 然后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很普通的事情 他们不会特别说 他们不会特别说啊 我我就是要写在什么方明录上啊 或者是我要这个大家这个赞扬我啊 我是大善人啊 都没有啊 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说他是某个领域上面或某个技术上面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我们说隐形冠军 那但是他在做好事的时候 他就是善用这些资源去做好事 那这个我们在就是巡回或office hour里面有相当多例子 但是我觉得未来这个东西我们如何去把这方面的力量更引出来 而且更让大家看到说 这本来就是大家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可以做的事 不是说一个礼拜特别拨半天来做 或者是你要特别从你的收入里面拨5%来做 虽然那样都很好 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你可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你带着这种想法去做的时候 私部门第三部门工部门也许不一定分的那么凯 那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cross sectoral的 就是我放在最中间的这个 我觉得那是未来我们可以更去互相了解互相发现的 那个是我之前本来不是很熟悉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说也许这个才是才是对的 也许这个才是台湾价值 我补充一下 你刚才讲的 因为我之前有在彰化师大有工作过一阵子 然后所以我知道其实就是中部台中彰化这一带 就有很多这种技术背景的这种小公司 然后他们其实非常仰赖 比如说跟学生的互动或者是 因为他们可能做一些小东西 或者是做一些小模具的那个经验 其实已经非常足了 但是他们要有一些新的idea 或者是他们的这些技术 可以应用来解决社会的什么问题 通常会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 社会创新它会 它的它所要 它如果真的要进到公部门的话 它会要跟很多不同的部会打交道 那其实在民间也是这样 就是我今天我要有 我想要有一个创新的尝试 或我想要处理掉一个什么问题 通常也都是产官学 就是官不一定 就产学 对 官不一定进来啦 但产学的合作 其实在中部是非常蓬勃的 就是大家希望透过这种滚动式 然后让技术跟 让学术可以进到技术里面 然后让做出来的东西 可以更顺应潮流 或解决现在的问题 这个其实在中部的确是 不知道 我觉得好像非常非常发展的非常厉害 只不过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中部的这些例子 它其实相对来说在 就比较隐形 就大家比较不提 大家比较不提 而且公部门在我们运用 我们的宣传资源的时候 坦白讲如果不是这次 明月亚洲搬到台中去 就说服社气流从台北 写上人从高雄 到中间来办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会发现那么多 就是台中那边的 很好的例子 那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台中 现在当然有INGO 然后有金武图书馆 那个设创的 就是营运的一个核心嘛 然后接下来又会再有 另外别的社创的中心 他们透过这种市府的计划 我看到的是说 他们并不是撒钱啊 不是大 就是不是撒钱 而是 对不是这样子 而是他们提供串联的聚会的 彼此分享的空间 那所以也趁这个机会 同时让金发局跟社会局 以及其他局处 他这两个当然比较重要 去了解到说 原来正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那他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我觉得地方政府的层次 做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而且如果他更有系列的 记录这件事情的话 那他就可以用 他比方说CC授权 在网络上面 变成我们自己在教学 或者我们国外 要讲这些例子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有material 可以去使用 有材料可以去使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政府提供空间 办一些活动 大家就是来分享 或者就是来聊天 但里面有一些insight 或者有一些实力 那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就上网 上网之后我们就 说任何人都可以来使用 没有著作太安全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就可以解决 你刚才所说的 好像很隐形的那一个状况 一个是很隐形啦 另外一个 你刚才也很直白的点出来了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以为 他只是撒钱在盖房子而已 就是没有人太关注到这件事情 或者是太觉得这是一回事 然后我觉得既然你刚才有讲到 有讲到就是这些成果 其实都可以透过上网来分享 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进到下面了 因为比如说像SDG 他的很多项目里面 他其实都有谈到资讯的公平 资讯就是 对 对就在这里 我就想要问说 一个是台湾的 台湾的公民科技力量 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SDG他其实在分项里面 不管是比如说在教育 或者在性别 他其实都在谈到说 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平的 去享有资通讯的能力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我就想要请教你 就是 可是这好像你刚才在前面 也讲的差不多了 就是你之前在 不管是在G0V的工作 或者的执行 或者是现在 现在的在政府部位的参与 其实你都想 你都觉得透过科技的力量 可以让台湾在各个方面的贡献 可以凸显出来 是吗 应该是说 因为我现在礼拜三的office hour 一结束 其实马上就接G0V的黑客松了 我们每个礼拜三 G0V V台湾的黑客松 也是在空总舍创实验室 所以可以说 GOV G0V 这两个身份 可以说是 在同一天里面 无缝接轨 所以我特别要讲的 就是说我现在还是 现在在干嘛 对我现在还是G0V的 这个活跃的参与者 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台湾我觉得还是一样 就是说在过去 我们在网记网路 就是刚开始部件的时候 不管是台湾学术网路 还是接下来中华电信 还是接下来的 就是电信的改革 大概都有一个 各国都想要做 但是很少国家做到的 就是我们希望 不要牺牲任何人的 网路的上网权利 但是同时又要追求 好的连线品质 这两个往往是难以兼顾的 但是我们透过一系列 很好的政策设计 好比像说 我们允许某个电信商 在某些地方赚钱 但是附带条件 是他要在不经济的地区 就是他即使是 挂了公用电话 还会赔本的那些地区 他还是要经营这些事情 作为让他做生意的条件等等 就是透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 那当然包含到现在 就是蔡总统的宽品人权 那我们实现的方式 就是说 好比像说 如果你是中低收入户 或者你是其他弱势的话 你本来上网 就可以有减免的折扣 甚至接下来 还有保障频宽的这种概念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 不管你的经济状况 不管你的身心状况 不管你在台湾的哪里 即使是在最远的离岛 我们都拉光线过去 那这个是台湾从过去到现在 在做就是网路连线层的政策设计上面的一个 可以说是核心价值 就是不可以leave anyone behind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能做到 是因为我们的geography 就是我们的人的稠密的程度 跟地理的环境 刚好很适合这样做 像纽西兰它的岛的形状就比较分散 然后人就会pocket pocket这样子住 然后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子就是 几成 对没错 对 就说几成好几团 因为当你几成好几团的时候 你要放塔台或放什么就比较好放 对 当你很散的住在大面积的时候 像我去蒙古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这个承诺国际做到的网路揭取目标 是任何人起码三天之内一定可以碰得到宽品上网的地方 三天之内 对 我们的地理环境保证我们可以承诺并且做到一些 大家都很想承诺 但是很少人做到的东西 这个的确是比较自通讯历史的部分 我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谢谢 对 那包含我们的处位机会中心等等 这些都是过去了 但是现在我想要讲的是说 因为台湾在网路上面的presence 它不受我们的地理国界的影响 所以其实并没有小国大国之分 对不对 在网路上面只有你的揭取容不容易 你是不是足够贡献到让大家都可以使用 你是不是提供的服务是大家觉得好用的 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创接及有的服务 那所有这些概念都不是地理的概念 所以在网路上面这些概念的充分的运用 我觉得是有赖于台湾这边 第一个就是对于言论自由的安全的保护 简单来讲就是说 任何人在网路上面要试任何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不用担心说我只要好比上说 我现在想要揭发我旁边的某一个医疗系统 或怎么样他可能有些弊病或者是之类的 我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不用担心说我聚集到20个人的时候 我就被消失 这个在亚洲很多地方也不只是 就是北京方面会发生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网路上透过共同的社会的集结 以及可能有时候是义愤填膺 但有时候真的只是好玩而已 就有很多这种开放式的社群 是不怕别人加入的 那这点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分成内外 然后你怕别人加入的社群的话 它的发展就受限 而且它在网路上的能见度会变得非常低 但是当你接受不特定的人都可以加入 像维基百科那样 任何人都可以来编辑的时候 那些人本身就会把你的这个价值 跟这个社群跟你的创新 传播到世界各地去 因为本来在网路上加入你的人 就可能是世界各个地方的人 所以这种不怕不认识的人加入 我觉得是台湾在发展 就是从数位来把社会创新扩展上面的一个 我们在商学上叫unfair advantage 就是不公平的一个优势 那这个在亚洲可以说是很独特的 你刚才说 你刚才最后说的那个有点有点模糊 我没听听 unfair advantage 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优势 你说这个是我们不公平的 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是 对于人家来说我们是一个不公平的优势 unfair的这个意思 不是社会正义上的意思 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说 这个你的角色这个先天有什么属性 或者是之类的 就是说是一个好像是 因为什么别的社会原因 但是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他忽然变成一个别人很难复制 或者别人很难去copy 也很难摧毁的这样子一个优势 那我觉得这种开放性 就是不怕别人陌生人参加 但是同时又是包容性 就是任何想上网的人都可以上网 这两个加起来 真的是我们unfair advantage 那可是那我们就往下走 就是那可是那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就是没有什么人要要上去参与啊 就是他开放给所有人 但是就是十几则 二十几则 他其实真的是非常少耶 就是 其实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啊 上面的人是非常多的 就是大概四百多万个自然人 说不定已经到五百万了 然后 四百多万 四五百万 然后active的人次 好像也都是在千万以上 对 那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因为 九成多的人都在 都在公民提议这边 就是 九成多的人都在提议这边 都在提点子这边 然后也真的提了非常多很好的点子 好比想说要重新做我们的这个所得税报税软体 今年就做得非常漂亮 对 那这个都是公民提议出来的嘛 那这个部分表示说大家更愿意 叫政府做事情 而不是 而不是这个帮政府做事情 这个是很好的 那而且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我想说的是 另外一个是 连监察院的审计部 他们在上面同样的也是 也是 也是来开奖啊 但是这个东西 同样的 为什么我觉得大家会 比较愿意就事论事的来提供意见 也是因为说 这是提出疑虑嘛 提出疑虑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因为监察院就是说 大家提的这些疑虑 我们会会诊 然后跑去问行政院 那当然我们从行政院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做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不希望审计部 阵风处 主计处 说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你可不可以不要做 因为这样公部门就没办法创新了 所以像审计部将愿意说 你要做一个新的东西 那我们去问大家 对这个有什么疑虑 我们运用我们专业 把这些疑虑翻译成行政的语言 然后我回来问你 然后我回答之后 他再回去给这些人一个交代 然后给一个新的审计原则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协同合作的状态 那而且你也可以看到 他的参与度还不错 那但是回到你的正面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那但是为什么政府自己 提一个写的很不错的几百页的PDF的时候 大家没有什么话讲 对对对 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谁有时间 看几百页的PDF 就是 就是说 他东西真的太多了 除了我们要想东西才要去看 对 就是说这是那个形式的状况 就是说如果你的形式是 你要付出很大的时间程度 然后比方说十个小时 你才能开始提出有意义的贡献 那这样除非你觉得你花了这十个小时 可以换到公部门 至少也是十个小时 那么认真的来对你的贡献提出建议 不然的话 这个注意力就不对称了 听得到吗 喂 我现在听得到 我一直都很清楚 那还是 听得到 听得到 现在可以了 好 OK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 我听得到很清楚 你一直都 我刚才有 刚才有一阵子是模糊的 是哈 但现在好了 嗯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 对 所以我快速讲 就是说 OK 听得到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你要 好 为民间的意见支持 好 要他们有太多的时间成本 现在好了 然后这个投入 又没有办法 保证有相同程度的 公部门这边的 对焦的注意力的时间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 注意力的不对称 那在网路上面 去运用大家的注意力 最大的一个 呃 卖点 就是说你 你花五秒钟 你就可以得到 五秒钟的 别人的注意力 你花十秒钟 就可以得到 十秒钟的 别人注意力 或至少帮你未来 就是省了那么多时间 这样大家才会 愿意投注时间 那如果一开始的那个 需要注意力成本太高 最后又没有办法保证 说能够省掉 同样程度的注意力 或者是换来对方 同样程度的注意力的话 那他的拘束力就不够 拘束力不够的时候 就没有人来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空间设计上的 一个 的一个 可以精进的地方了 应该这样讲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确实就是永续发展 这四个字 大家也不会 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 先被知识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 这怎么回事 那你就不需要 花十个小时 你可能只花十分钟 就知道这次要问的是什么 但是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 并没有这个先被知识 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我觉得是造成 这个特定题目 他人那么少的原因 现在听得到吗 喂 听得清楚吗 可以啊 听得到 我听得到 刚才突然中华电信 断掉了 没关系 所以我刚刚断在哪里 刚才断在注意力的不对称 对 所以就是说 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你要投入太多的注意力 而没有保证换得到 一样的注意力 那这样当然 大家都不会花力气去 提供注意力去写 那这个解决方法两个嘛 一个是把它切得比较细碎 然后让你对每一个小的分享 都可以只花 都可以 五分钟的注意力 就可以有有意义的这个讨论 或不到五分钟 五秒钟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说 大家的脑里都有很多的 前辈的知识 先辈知识 像好比像说 永远发展目标 大家在脑里都可以把17个 闭上眼睛就可以数过一遍 那这样的话 你也不用花10个小时 其实你看那个报告的时候 大概也没有花10个小时 因为你就可以很快的 identify true 这次要讨论什么 那后面是当然长期的 这个价值培育的部分 但是前面是我们空间设计的部分 那这两个要起头并进 我觉得大家才比较有可能参与 嗯 喂喂喂 有可以听得到 可以听得到 可以听得到 很清楚 请继续 好 所以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对于 我觉得你对于SDG 在台湾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之下 其实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可以让民间的声音 透过你的这 你的一些协调的能力 然后让民间的能力可以 民间的一些发展 可以突破这些跨部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实践SDG的方法 然后再加上 我们刚才其实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在讨论 就台湾的公民 公民科技力这件事情 所以它也可以让我们 不是花那么大的成本 就可以就可以跟国际上面对话说 我们现在在做哪一些事情吗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蛮有趣 就是其实你是在一个官方的位置 但是你所你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其实是让民间的力量 可以发挥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这个这个其实是真的蛮有趣的 很少很少 很少有官方的力量 是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都一般就传统上面 都是有上而下的 对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讲法 就是一个是power over 然后一个是power with 那官方事实上 并没有什么法律要求 我们只能用power over的方法来做事 对不对 我们用power with的方法来做事 也完全是合法的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公务员 自己想要用power with的方法来做事 但他的长官还在用power over的方式来做事 那这样他就会受到局限 那但是因为第一个 就是我入阁的时候 已经有牢固协商过 就是我这个不要接受谁的命令 但是我也不下命令给谁 所以大家一开始就知道说 我就是摊牌打 那我就是用power with的方式做事 然后我绝对没有什么东西是隐藏的 就是说像现在这个摄创方案 根本就还在你搞阶段 按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其实它是不应公开 对不对 但是如果对公共利益有必要的话 法律说我得公开 那但是这个东西在以前 只要你的长官或长官的长官觉得 这个对公共利益真的有必要吗 就不会公开了 那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在你搞阶段 这个社创的行动方案的简报 我每次巡回都拿出来讲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在一开始入阁的时候就公开 而且也跟当时的院长说 我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都觉得公开它对公共利益有必要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可以 就可以在一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很好的主意 还根本不知道状况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公开 就没有面子问题 因为我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做事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 Power With 它在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 要运作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依据 然后这个依据又必须要是 先前就已经讲好的 就是说你看这个阴线制公开不予提供嘛 那这个是意思决定前 你搞或其他准备作业 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特别再讲 就是说我看到的东西对公益都有必要 那当然反过来讲 我就不看国家机密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OK 但是 哦好 对 就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跟国家机密 也不是跟国家机密相关 但是可以让台湾整个社会的力量 可以往上沟通的事情 这个其实对 不是什么机密 这应该全世界的人都要这样做 事实上这是怕人不知道 这个就是不怕人知道 对那至于真的国防机密 像他们要怎么演习啊 要带大家躲进防空洞啊 那天我就请假啊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我们的避难所在哪里 所以就是我真的不碰到任何国家机密 好好好 你你我听到了 好 那我觉得 我想我们今天的访谈应该差不多 因为我们第三题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定义我们今天 就是社会创新跟VNR之间的关系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我们其实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好 那就谢谢你的 所以整个录影或screencast 你觉得我们就直接po上去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不介意 好啊那我就直接po上去 好谢谢哦 好多谢谢 那去喝咖啡 好OK 好拜拜 好早安拜拜 拜拜 拜拜